第一次出现想当明星的念头是什么什么 小学吧 小小小小 小小小 小小 其实王凯一定不动我 有着颜值的实力派 是 如果别人不喜欢你演的角色你想要回复他什么 老板 老板 你把这个画下来看来凯哥王到底能不能猜出这到底是什么 那行啊 啊这太明显了 啊 那这辈子也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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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策策 今天呢我们请到这位女神 有很多的粉丝说 她是一个魔人的小妖精 可是呢有很多粉丝说 她是三魔的小怪物 就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王祖文 欢迎祖文姐 大家好我是王祖文 就其实《鬼马精灵》这个印象 是很多人对《欢乐送》当中 取消消这个角色的印象 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在《如果蜗牛有爱情》当中 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类似像柯南这样的一个人物吧 这一只蜗牛啊 最近食欲这么差 还瘦了好几斤 那还不是因为训练理念 小小的 有很大的能量 有很大的智慧 可是我听说她是一个 高智商但是低情商的呆萌少女 对对对对对 她为什么叫蜗牛 其实意思就是说 在感情上她反应比较吃热 慢热心 慢热心 想什么样 想师傅 这只蜗牛啊 爱上师傅 你像个小怪 从外向 不是心情 只看证据 不听口声 我觉得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就在我眼前 可是我看不清楚 然后就是其实你之前也扮演了这么多的角色了 那你自己更加喜欢大家给王子门这个人贴上有什么样的表情 我听的最习惯的可能就是 明镜怪吧 就是因为如果蜗牛有爱情 它是一部初世悬疑爱情剧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徐警官出一个小小的难题 虽然我们徐警官在这里只是个刑警新手 但绝对是天才型的 今天就来考验我们的天才推理王 节目给我为子文转世了三个关卡 每个关卡通过会给到一个线索 三个线索全部拿到后 最后推理出迷之物品之身份 徐警官 结案喽 我现在开始问问题了 从这个欢歌送播完之后 大家都很多粉丝都喜欢叫你小妖精 然后你本人会喜欢小妖精这个称呼吗 嗯 那觉得挺挺挺喜欢的还可以 他这一次扮演的这个比较呆萌的这个角色徐许 你觉得他跟你之前演过的角色有什么呢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徐许应该跟曲耀先生完全是一个 就背面 嗯 明白吗就是反差极大 哪哪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这一次扮演的是一个警察嘛 就是您在演这个角色之前有没有做特别的准备 我也有有训练一下 就是比方说我去感受一下射击 我发现我自己射击能力还蛮厉害的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还是设计稍微难一点 因为设计它 毕竟你平时接触的少 那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在 徐许 嗯从火车上被纪白给 救了 对他给他他把徐认扔扔下了火车 因为那是救命的一段段戏 那条路上有很多的坑 有很多的泥汤 就是我都跳不过去 我会一只脚全踩到泥里 然后陷下去 然后再把鞋拔出来 我就记得我的鞋和我的小腿整个全是泥 就我的鞋都洗不出来了 我穿上白后球鞋 后来就又重新买了一双 我就记得我当时是 跑到了一块空旷的地方 然后从包里掏出了一个那个 强 强 不是强 是那个燃烧弹 就是你举它它会很亮 就空中飞机啊什么之类的 都能看到的 点燃它在空中挥舞的那一颗 现场好多人都特别想哭 对那个气势感动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最危险 最危机的那一刹那 就最后好像抓住一点点冻 救命稻草 会不会有飞机赶过来 我现在看到那种说 因为也会跟我一样有所感触 我听说主人你好像在片场 拍这部戏的时候都不太说话 有吗 是为了进入角色吗 有这种情况很正常 就是我那天取消消的时候 我可能在那几个月里啊 私底下都会很取消消 因为那也是你的人格嘛 只是那种那段时间 可能我取消消的人格 占大比重一点 那那段生活就是许许的人格 占大比重一点 所以实际上生活当中 你是更贴近取消消 也更贴近 就是生活一下吧 这俩都太极端了 一个话那么多 一个完全不说话 我都不太像 然后我听说在这部剧里面 有一个很厉害的动作 就是比毕东更加厉害 叫做蜗牛拎 蜗牛拎是什么 蜗牛拎就是讲的 即白把曲是这样拎哪拎哪拎哪 头发吗 拎衣服 然后你在拎的故事当中有觉得很享受吗 不是很舒服 我拎你一下感觉一下 你要是拎得动我的话也是可以 其实王凯也拎不动我 我第一都是做的特特殊处理 在你一眼中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男神呢 就是哪哪种类型的男神你看到会觉得眼神亮 就是连女都能够对她打盾 可能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 嗯 才华吧 所以你对颜值完全没有要求 如果才华很高的话 我这个颜值 长得丑一点也不足够 你不愿意我才长得丑的 所以刚才呢我们回答了很多这部剧当中 粉丝们想要问的问题 所以曲警官得到了我们今天第一个线索 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 蜗牛 我们给观众看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线索就是蜗牛 那现在这是第一个线索 现在我们要开始示范到的是快问快答 如果一年360天拍戏剩下五天做什么 睡觉 请根据如下词语来一个表情三连拍 第一个看到好吃的 第二个生气了 第三个送你一个眼神自己体会 下一个问题接受采访是会提前准备答案吗 不会 真诚更重要还是情商更重要 都挺重要的吧 如果别人不喜欢你演的角色 你想要回复他什么 拉倒 生活当中是一个女强人吗 算吧 第一次出现想当明星的念头是什么时候 小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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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你是偶像派还是演技派 有着颜值的实力派 好形容 精彩 就是刚才讲到女强人这个事情 你好像觉得自己在生活当中算是女强人 嗯 具体表现要哪 我自己 你有强迫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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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没那么强迫症 那你就是 你是属于就是 什么都一定要争取的那一样的人吗 也不是 我觉得我还比较随性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肯定会想 我怎么能把这些做好 对自己要求 是有要求的人 应该这么说 所以你是真的属于就是 观众 你刚才讲到说 如果大家不喜欢你演的角色 你想要回复什么 然后你说拉倒 所以你是真的 就不在乎观众喜不喜欢你演的角色的人 这个我在乎不了 嗯 我觉得自然会有人喜欢你的人自然喜欢你 不喜欢的人他自然就不喜欢你 这个就不需要我在乎的事我认为 嗯 因为我也做不了让所有人喜欢我 所以 就顺其自然 嗯 所以刚才呢通过我们的快问快答之后 恭喜我们的徐景观又拿到了我们的线索2 看一下是什么 曲线 曲线 最下有两个线索呢 第一个是蜗牛 第二个是曲线 脑海中有一个大概的想法了吗 蜗牛有曲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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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前段时间我有刷微博看到好像欢乐送五美又发合照 嗯 然后特别是好像你也说就是又回来了嘛 嗯 然后现在是在拍欢乐送第二部 对 就是第一部那么的经典 第二部当中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 会 比如说 剧透一下吗 不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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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你就告诉一下人家嘛 不是 你就告诉一下人家嘛 只能说我们第二部的剧情啊 比第一部的信心量大很多 嗯 事件很多 嗯 这样我就问一个问题 大家应该就能大概感受到第二句的话 光致曲线的性格会发生变化 没变化 没变化 没有变化 没变化 曲线的性格 我相信都不会有变化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嗯 变化就不是曲线的 嗯 如果蜗牛有爱情 就在这部剧当中 因为是警察 所以会不会要搜集线索的戏 有啊 嗯 这里有 就是拍搜集线索戏一定要全新投入 对不对 就是不能受到干扰 我们拍什么戏都不能受到干扰 就是拍这个搜集线索就需要更加投入 可以这么说吧 好了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测试一下徐警官的抗干扰能力 我们要来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就是你需要戴上耳机来猜词语 哇 你怎么在这呢 对 伏了半天 我差点不想接招了 这一会你觉得答不出来的话 你就可以说不 好 好 哈哈哈 你说什么 好第一个第一个 听一下吗 厉害了我的歌 厉害了 厉 厉害的 了厉害了厉害了 我的歌 我的歌 厉害啊 下一个 师傅 师傅 你是不是能听见我说话 啊 师傅 师傅 我懂了 我懂了 好第二个文章 我们再看三个就算是 第三个 收视率 收视率 你是不是能听见我说话 这句我听到了 对 就我说 那再大一点 收视率奇迹 收视率第一 收视率奇迹 收视率第一 奇迹 第几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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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过 好 收视率第一不对吗 蜗牛铃 蜗牛铃 对好 我突然 我突然 我 我 突然 欲南 突然 欲兰 哈哈哈哈 突然 姑姑娘 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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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过 来看两个啊 来 我要 我 我 我 要 要 我们 我们 在 在 一起 厉害 最下有五个了对不对 啊 ok 你还想要玩啊 还还要吗 哈哈哈哈 什么 哈哈哈 还要吗还要吗 哈哈哈 好的成功已经成功达出五个了 啊啊啊 啊 哈哈哈 刚才呢 经过了我们的这个小游戏 接下来我们的学习玩友得到了第三个节奏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呢 时间 所以现在三个节奏都在你手上 对不对 猝牛 猝牛 曲线 时间 嗯 然后菜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物品到底是什么 就是 猝牛你也知道它有定义吗 烂 然后曲线就是它第一个游戏曲线的东西 还有时间 难道是终于类似 难道能送的块表 呃 没有那么有钱 别表便宜 但它也是个气质的 然后就是会流动 沙漏 抠 来 接下来就像我们今天的迷之物品就是沙漏 好啦 所以之所以从沙漏呢 是希望告诉所有的朋友们从此时开始 我们叫正式的期待 我们一起来播一下 我们现在有仪式感 哈哈哈哈 好啦就从此时此刻开始 我们叫正式的现在10月24号开始 就要播出的 如果蜗牛有爱情 是的 那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有机会 可能有机会要采访到王凯了 所以我们要给他出一个小小的原题 就是要请你把这个沙漏画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要让他猜一下去采访他的时候 如果他猜不出来的话就要接受你的 所以最好尽量是不要画得太像 好 这个很容易画得很像啊 就是画得不像不像男人是吧 对啊 跟画得不像不让他选中 就是不是最好的歌 那的 唱一下 你好有心机啊 我两个人认识导演有心机啊 那个面对 可以画到你的脸上 啊那这辈子也拆不舒适下漏啊 让我们感受一下自己的 哇他肯定会猜这是个八 哈哈哈就完事了 你也可以再加点其他的了 可以画点小花什么的啊 这太明显了 我就跟你说很明显 我让你涂掉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东啊你涂什么啊 算行吗 绝对猜不出来就是沙漏了太好了 然后最后就是在这个底下签上一个五字 就说王凯请猜吧 然后最终让我们期待一下看看下一次 凯哥王到底能不能猜出这到底是什么 然后呢最后呢 我们要谢谢子文姐今天来到我们的偶像万岁 最后再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们来安利一下 如果我你有爱情就会不去 让大家好好的期待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 哈哈 看不看随便呢 哈哈 不会让大家失望吧 嗯 嗯 许许和记白两个人 的爱情 然后一起办 发生了很多很离奇的事情 我觉得这部戏应该 是很好看的 嗯 我觉得好看我会看 希望大家会支持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如果我你有有爱情 谢谢 谢谢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想要有一个 小小的签名送给子文姐的粉丝们 嗯 可以吗 可以 你怎么会这么热 人家会很觉得很激动 好了谢谢 谢谢 谢谢子文姐 谢谢大家 谢谢辛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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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